冯小刚羞辱李晨,早晚你会滚出娱乐圈,听完李晨霸气回应。 冯导在娱乐圈真的是什么话都敢说,毕竟人家现在是个大导演。 只要喜欢看电影的人基本上就没有人不知道他。 不过冯导拍了这么多部片子,现在确实有些骄傲了。 被他骂过的明星可以说是非常的多,就连李晨也没有逃过他的羞辱。 李晨大家一定都很了解吧。虽然他拍的作品不多,但是他在综艺节目里还是十分活跃的。 很多人虽然并没看过他拍的作品,但是都在跑男等娱乐节目中看到过他。 不得不说李晨给大家的感觉还是很实在的,在节目里也十分诚恳,基本上节目中最难拍的地方他都能主动去配合。 让节目顺利进行。 不过即便这样,冯导还是对他进行了羞辱,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李晨当导演时拍的电影《空天烈》。 这部电影是李晨的处女作,虽然利益很好,但是在票房上却十分的惨淡。 就连喜欢他的粉丝,也觉得这部作品拍的不怎么样。 因此冯导在谈起国产电影时,间接的就说了一些现在的年轻导演。 说现在的影片谁都能拍,就连剪破烂的大爷都可以。 意思就是说李晨的电影不怎么样,说他自己本来作品就少,演员都没当好就要成为导演。 票房不好那就对了。 不得不说冯导这次说的话确实有些严重了,他的话不仅羞辱李晨认为他离开娱乐圈是迟早的事,也羞辱了很多新人导演。 虽然冯导自己拍过很多好的作品,但是他也有过起步的时候,而且并不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被大家叫好,因此李晨听到后也是霸气回应。 李晨说冯导只不过比自己早出生几十年,虽然他拍过一些好的影片,但是现在毕竟是年轻人的时代,你作为一个老年人是没办法拍出年轻人作品的。 李晨认导不如给年轻人机会,如果只知道羞辱不让年轻导演成长,那么还让大家继续看你拍的那些老电影看一辈子吗? 李晨的话说得也很霸气,一方面肯定了冯导,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羞辱表示不满。 告诉他不应该压制年轻导演,更应该多去指导,以为D批评只能让国产电影更加落后。 最后大家只能去看外国影片或者他的老电影。 虽然李晨的电影拍的并不是很理想,但是冯导明显话说得有些过了。 电影的评价不好,想必谁都不会高兴,希望李晨能够多去学习,向一些经验丰富的人那里去取经,相信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,以后一定会拍出很多优秀的作品。 Today we are listening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